居上朝一 一称名后功德上人 宽本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着火 根据语言中朝理所讲的这个意思 一称名后功德尚且如此 在一称家里万德其障 在一称这个一字我们要重视 关键就在这个字 夜心 这夜心是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那才叫一 纯意 如果我们有怀疑 真的吗 真有这么多这么好处吗 这就不行了 颤杂着妄念在里头 这就不灵了 夜成神 夜心成年 万德其障 万德其障 这个是我们前面也念到过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这一念 跟阿弥陀佛相不相应 肯定相应 你不要怀疑 为什么呢 环元冠上跟我们讲 极其威细的那个音链才动 它的速度就周边发现 绝对不是 是光的速度 电磁波的速度 没有办法跟它比 太阳的光 照射到地球 还有八分钟 才能达到 我们的心里动个念头 立刻周边发现 那光怎么能变 所以念头才生 变法界 虚空界的佛菩萨 全部已经接受到了 你要知道 这个四十真相 你怕不怕 不要以为 动一个悟念 没人知道 社防一切 诸佛菩萨 全都知道了 你能瞒谁 只能瞒 六道里面 这些愚痴众神 他不知道 甚至于鬼神 鬼神又五童 小的事情 很近的事情 他也能知道的很清楚 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 他晓得 两三年 那就违背了 他这个神通不大 所以 有时候你看他 吉凶霍夫 讲得很灵 很灵验 很近的事情 讲远呢 远就靠不住了 所以 所以念佛 确确实实 能灭罪 不管 他明显 不明显 灭罪 是肯定的 我们这个罪 灭不掉就是 那一边灭 这一边又生 所以永远灭不掉 到底在死地 那一边灭了 这一边不生了 就灭掉了 那一定要想 像地藏经上所说的 严护替众神 齐心动念 我不是罪 要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 老祖宗教给我们 夜门深入 常识熏修 问题解决了 你真有耐心 真有狠心 守住夜门 定啊 心定在这一部经上 把这部经好好的训练 十年 心定 没有别的杂念 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经 我们看看古来大德 为我们所开导的 真正是佛门第一经 真正可以代表 释迦牟尼佛 到这个世界来 注释八十年 讲经受法教学四十九年 第一部经 这就是第一经 这一部经能代表一切 只要你肯相信他 你真正受持 放下万语 一心独松 成年 你的成就就非常非常的快速 确确实实 快速的这个成就 那就是你业障消除了 你智慧先前来 我们下期待 再次讲 请点赞 订阅